我们就继续再来看 前面上个礼拜几乎大概写程式 录制聚齐写程式 那这些东西其实对有些 如果你完全没有程式基础同学来说 应该是会蛮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些就是未来我们会需要 工作上如果你想要提高工作效率的话 这是绝对必要的手段 那今天的话继续再来看那个范例档案里面 所以你们把范例档里面的第几个范例 就是第四个单元里面 找到那个数学函数里面的这个 叫肉彩重点要继续统计 那这个的重点其实不是算哪一个号码 可能会因为今天礼拜五 礼拜五大陆都会开奖 所以如果你假设客户想要去买个希望的话 那你要算一下 但哪个号码可能性最高 OK 那当然它规则这样 我们是抓民国 等于是西远的话 应该是2002吧 OK 2003 是不是 2012 2013 然后呢 我想要知道说到底哪一个机率最高 那这个后面其实主要是要计算后面这几个栏位 B栏算什么算101年开出来的机率 哪个机率呢 1号开出来的机率多少 OK那底下当然要把全部做完 102年的资料在这里 OK那要把两年的资料合计在一起 那算出排名 排名最高的帮我列出来 那接下来的话 那你会想到那个号码在哪里 其实101年你们可以看一下这有个规则 这个旗别就是前面1101应该就是它的年 后面099就是第几旗的意思 所以它应该是颠倒子放 Ctrl向下 第一期在这里 所以我们知道101年开出99期 Ctrl向上 有没有 99期 那这个什么时间这个其实不重要 最重要是这个 它的规则一定是 开奖号码六个 然后呢会有个特别号 所以一期开出来就七个号码就对了 OK一期就开七个号码 那这个七个号码的规则 一定是 一号到42号 所以你砍错一下 砍错向下 有没有 到42号 那我想要知道 那到底那个101年 到底那个 一号 到底开出来 那我算机率之前 我可能要算次数 它到底一号呢 在这么多的号码里面 多少号码 这么多 从那个低到追 然后一直往下 有没有 这个是99期的 98期的 97之类的推 哇这么多号码 那总共几个号码 七个嘛 然后99 所以七乘99到 就693嘛 有693个号码里面 到底一号出现几次 OK 答第一个问题 几次 那你应该会傻傻的 慢慢算 一个 两个 有没有 两个 两个 还有没有 三个 四个 算完我看看 当然了 你算OK 你可以算没错 但问题你算完 是不是一定正确 不一定 因为你可能还会算错了 我在想 对不对 所以呢 第一个 如何让 以色尔帮你算 OK 特别是不要自己算 那要怎么样可以 让以色尔帮你算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一个函数 插入函数有没有 有没有放B2吗 这个函数非常非常重要 OK 如果你不会 以后你工作 真的要自己自己慢慢算 那算的话 算这个动作 其实在以色尔帮里面 它就是叫函数 函数就算什么 什么的数量 然后条件的话呢 就一符 所以里面有个函数 就是叫函数一符 OK 你可以看一下 函数开头这边 函数是算数字 出生格的数字数量 函数A就是算非空白的 函数不会 底下有个函数 以函数对吧 那函数后面还有一个函数S S的话就是条件不止一个 可能有两个以上的条件 那可以用函数 那不过我们就有一个条件 就是那个范围里面 一号出现的次数 所以函数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呢 给它两个参数 就是等于是两个讯息 一个讯息是哪个范围 就是前面这个101的范围 第二个是什么条件 那就一号啦 所以其实大家知道 按确定 不过会有个问题 范围可能会切到前面工作表 它会出现像这样 101前后单影号 金探号 然后范围怎么选 范围就是先选 D2到J D2点一下 一般是这样 先D2点一下 然后选到J的最下面 所以滚轮选到最下面 按Ship键 Ship键按住之后 再点那个J100这个 不要点Y了 OK 这样才正确 但如果你点Y了 跟各位讲 这个公司就错了 所以哦 而且将来 如果你要再找别的 你还要锁起来 2跟100要锁起来 如果没锁 它就会自动地补了 就是会 范围会错乱 因为它一定加1 所以我建议的 如果像这种范围 我建议是定义名称 用F3去选那个范围就OK 那怎么做 取消一下 我是建议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讲过 定义名称嘛 比如说我想要把这个名称 哪个范围 D2到J的 所以一样先选D2 然后选滚轮选到底 按Ship键点J100 好先把它选起来 那以后呢 我想要把这个 这个范围取一个名称 什么名称 那特别名称 它不能是数字开头 你不能说101 如果101加Enter 它好像会出错 它不能够是数字开头 那你说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你可以在数字前面 加一个英文或中文都可以 比如说前面叫开讲101 或者A101也可以 就是不要是数字开头就可以了 然后我打一个开讲 比如说这样开讲101 Enter一下 OK 这样的话呢 这个范围以后就叫这个名称了 那同样的 后面那个什么102 这个也是一样 102的话 一样把它选起来 先点D2 然后再按Ship键 再去点那个J的10 J10 因为它好像102年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点那个J105 然后名称叫什么 名称我们把它改叫开讲102好了 OK Enter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两个范围 两个范围对应到两个名称哦 那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正确啦 其实你可以从公式里面名称管理 看一下 有没有 开讲101对到这个范围 那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范围 对不对 如果这个范围错的话 你可以把它修改完之后 打个勾也可以 那开讲102 这边点一下 是不是这个 对没错 那这个什么好处呢 我试一试给各位看哦 超乱函数哦 一样用那个count if 那刚刚我那个范围是用选的 我觉得那个选的不太OK 如果你 假如用刚刚的第一名称的话 很简单 记得按一个快速键叫F3 不过我们这边笔电 好像还需要多一个方悬键 方悬F3 这个时候的话 才会跳出那个开讲101 如果一般的键盘 直接按F3 我们这边笔电好像还要加一个方悬键 方悬键在左下角的第二个 Ctrl键旁边有个 你可能按Fn那个叫方悬键 这样F3 然后呢 你就选这个就可以了 开讲101 它就会直接帮你对应到刚刚那个范围 哪个范围 就是刚刚那个 对那个什么 哪个工作表的那个范围 好 那接下来呢 条件是什么 第二个是 Criterior 条件 条件就是说帮我去找 这个范围之内呢 是1的 是1这边就有1 点一下1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帮你找什么 找这个范围里面 是1的 有几个 然后它因为是Cons 所以它一定是 找到一个 它就帮你加1 加2 加3 加4 它帮你加起来啦 而且加起来我相信一定是正确的 得到的结果是几个 17个 诶 那表示什么 693个号码里面 1号出现17次的一次 OK 这样蛮好的 所以以后啦 如果你有需要算什么什么的数量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有Consive 这个函数 非常非常好用 那Consive 还可以用在什么地方上 很多喔 像比如说新资料跟旧资料 到底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其实我也会用Consive 因为两边比较一下 你就知道哪边是不一样的 Consive也可以算哪边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函数非常好用 好 那按确定 那如果你要把底下的资料全部算完的话 点两下 空给点了 这样就可以算出来 1号 在那个范围里面 101年出现17次 那哪一个号码出现次最多呢 看起来好像最多是22 22次好像最多 22 21 22 好像22最多了 22好像好多个 OK 但问题现在喔 它不是几率啦 那几率怎么算呢 几率你还必须怎么样 把它除以多少 除以它 这个号码里面 总共有几个号码 所以后面可能要除以693 OK 可是693这个 这个数字 我们是自己算 那有什么方式可以让 电脑自己帮我算出来 其实很简单嘛 我们在旁边 你可以 插入一个叫Cons函数 下面有一个Cons Cons是算 范围里面呢 有多少个数字 所以一样 我把那个 这个Value1按F3 我这边笔电 方悬键加F 一样喔 请他帮我 没帮我算一下 开奖101里面 到底有几个数字 得到的是693 有没有 那其实呢 我就可以把什么 把刚刚Cons 再除以Cons刮F 开奖101 那就是我的几率了 所以就把公式放过来 当然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把公式剪下放过来 或者说你可以 干脆直接拿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然后除以什么 贴上 贴上 那因为你会发现 康义服跟Cons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呢 就是 这边没有义服嘛 然后第二个哪里不一样 这个参数没有嘛 这样不是Cons 所以是17 他因为1号17次 除以呢 总共号码 693 所以打勾之后的话 得到的话呢 应该有小数点 有没有 总共是到 0.0245 31025 那你说老师 那可是我不要小数点这么多啦 我大概取到小数点第四位就够了 那怎么办 小数点第四位的话 你可以 常用里面不是有个什么 小数点位数减少吗 有没有 点一下 点个几下 大概留那个什么 0.0245 这样就OK了 把它向下填满 那就可以算出来 哦 机率这样就清楚了 那他目前最高的 看起来好像0.26啊 27 274好像比较多一点点 OK 289好像更多 OK 这样可以算出来嘛 那 老师怎么想交最后的四个数字 这边就是常用里面这边有一个 增加小数点 有没有 本来是这么多 减少小数点 有没有 这功能很很常用 OK 在这里喔 常用里面喔 这边有个增加 那这个是增加小数点 这个是减少小数点 OK 还有千方位符号 有没有 还有百分比 OK 甚至如果你想要把它改成百分比 会更好一点 百分比 有没有 百分之多少 然后百分之二 然后增加小数点 把它增加到小数点第四位 它 出现的几率是百分之 二点四五三三一 这样好像也蛮好理解的 有没有 OK 那你说 所以这样就蛮清楚了 增加小数点 减少小数点 百分之多少 OK 那 102年的机遇怎么算呢 其实 如果你有定义名称 有没有 那就简单的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 直接复制一下 这个公式 然后取消 再贴到这边来就可以了 但问题贴上也是101年嘛 那因为我刚刚有定义一个名称 叫102 所以其实很简单 把101改成102 这样不就OK了吗 所以定义名称的好处 我觉得还蛮好 就是 如果你那个范围 它有一个 比如说数量增加 那你先定义好几个名称 做一次公式 改过来就OK了 那如果你希望呢 把百分之多少 取到想要点第四位的话 这个 因为我们刚刚是先做这个 有没有 然后再增加小数位数 点四下 有没有 这个先点 再点四下 那这样OK了 不过啦 如果你不想要 再把那个格式 再把那个格式做一遍的话 有没有 另外还有个方式 就是把这个格式 直接复制 这边有个刷子 有没有 这个刷子意思说 我要 让哪一个出生格 长得跟它一样格式 OK 复制一下 然后你把它刷一下 点它一下 它就会跟它长一样格式 拿个块 好像这个比较快一点 有没有 不然的话 你如果 你不会这个方法 你变成你要先点这个 然后再点这边几下 要小说你第四位嘛 所以一二三四四下 所以等于要点这个五下 那点这个点 你只要点一下 那这比较快一点 OK 另外的话 复制格式 不知道各位知道 上面有写 如果点一下的话 是只复制一次 如果点两下的话 是可以无限次 不断的复制 那怎么叫 不知道 你没有用过这个 Ctrl 字以下 把它复原一下 比如说像这边 我们一个啊 一个你复制一次 有没有 点一下 那假设Ctrl 字以下 如果你假设有三个 比如我假设有三个 那三个我怎么办呢 如果你假设复制它一次 点一下 刷一下它就恢复了 没有了 那怎么办 你变成你还再刷一下 然后再点 刷一下再点 那很浪费时间 所以如果你希望 无限次的刷的话 先选这一个 你要复制来源 点两下 刷的点两下 你会发现点它一下 刷子还在 再点 再点 那怎么取消呢 再点它一下 所以刷子还要点一下 跟两下的差异 应该 了解意思吧 这个功能 也是有 跟沃尔的方法一模一样 所以以后如果遇到这个 记得会用 不然 这就 OK 快点两下 那 几率的话 把两年加在一起 好了 那假设吧 我希望哪个多 那我们用比较粗浅的 两个加在一起 这样比较快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几率 加上这个几率 打个勾 然后向下填满 那排名的话 怎么算呢 当然不是像你用眼睛看 哪个第一名 哪个第二名 那一定是怎么 你把它排名一下 那当然你要做排名呢 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怎么 用排序来做 那你排序有时候 太麻烦了 比如说你要怎么排序 有没有先放D1 然后Z到A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几率高的在前面 几率低的在下 你可能就是这样 把这个变第一名 第二名的话往下拉 下面就第二名 不过你不用再输入第二 你就直接第一名出现 Ctrl 线按住之后 向下拉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这样就1到42名 然后 最后在游标放在A1 让他重新按照编号 A到Z就可以了 有没有 那排名就出来了 如果你不用任何公司 或程式的话 你是可以用排序的方式 来取的名次 资料里面有A到Z 跟Z到A A到Z是递增 Z到A是递减 所以我们刚刚是先放这边 把它做什么 先Z到A 先把它几率高的放上面 几率小的放下面 把名次排出来之后 再把它放在 号码上面 改成A到Z 让它恢复成原状 那你就可以看出 这个名次了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但是如果说 排序很麻烦 那如果你不想要排序的话 如果不想用排序 你可以用一个函数 叫做RANK.EQ 参入函数 然后一样统计类的函数 有个R开头的 叫RANK RANK.EQ 那你给他三个参数 其实给两个参数就可以了 按确定 你的几率核计多少 是这个 第二个 REF是你要在哪个范围之内做比较 就是核计这个范围 所以REF就是第二 到Ctrl Sure向下 选完之后就是D43 就这个范围 它的核计跟所有的号码比起来的话 它应该是排第几个 排第26个 有没有看到 26个 那就排名排出来了 可是呢 这个Order 要不要加 如果Order没有加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Order是什么意思 游标放这边一下 它说 如果0或省略的话 代表D减排序 OK 什么叫D减排序 意思就是说呢 我的几率 越高的放上面 越低的放下面 那就所谓的D减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用D减的方式排序 所以它说 这个如果省略0 你可以输入0 或省略没有 所以如果或省略 又省略就好 就不用那边输入一个 可是如果你要D减的话 如果你输入1 1就D减 那什么叫D减 就是几率越低的 明次越高 好像不对吧 几率越低 那你买 一定是挑那个几率最高的 应该最有可能吧 你总不可能去买那个最不会重的吧 很难说耶 反正就是 假设啦 我们要算那个几率高的在上 那就这个地方省略好了 按确定 不过按确定之前可能还注意一件事喔 因为这个范围都固定的 所以你向下填满 它这个列会加1 有没有 D2会变D3 D43会变D44 如果你这没锁起来的话 按确定 还记得吧 向下也填满一个 它这个有没有 D2会变D3 D43有没有 会变D4 不对啊 这个范围不能变喔 所以记得怎么样 把2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把43前面加一个前的符号 这样的话 参考的范围不会变动 OK 那这样就打勾就可以了 所以记得喔 这边的是 它的 它的这个合计结果 跟全部一比 哪个最高 OK 那底下就把它向下填满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几率呢 全部算完了 OK RANK.EQ 好 那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刚刚重点 看一下 讲 总共几个啦 第一个 先定义名称 第一名称的话 你记得吧 先把范围选起来 给它一个名称 按Enter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两个范围定义 第二个的话用Count if 所以Count if 算它的 重点次数 除以全部号码 所以这个做完复制过来就OK了 那格式的话呢 我们用百分比好了 然后把它两个相加 所以B2加B B2加C2 那排名的话就RANK.EQ OK 试一下